今天過得怎麼樣?肩膀還有沒有痛嗎? 姑娘 麻煩你幫我找個正式的醫生跟我說 我不要這位實習醫生替我看症 張醫生雖然是專科實習生 但是他有八年的外科實習經驗 所以他也是正式醫生 又實習又正式 還要實習八年那麼久 那就是不行了 總之我就不要他醫我 又不如像他這樣 他在這裡連命都沒有 我也是今天早上看報紙才知道 金城超說醫院醫療失蹤,要告醫院 姑娘,你還站在這裡 還不趕快幫我找另一個醫生來? 都說張醫生他是… 羅姑娘,待會莊醫生會來巡訪 你跟莊醫生說一聲 不好意思 一見頭經常說我被人罵 他現在不是被人嫌棄嗎? 做事吧,不要再多事了 有沒有搞錯? 說我們沒盡力救他的兒子 還說一見頭 未有專科的資格不應該去救人 真是離譜 這麼生氣幹什麼?記者是這樣的 喜歡怎麼寫就怎麼寫,沒辦法的 我真的服了你了 你也不生氣嗎? 現在不是只說你一個人 現在是說我們整間醫院 以及整個醫療界 對,報紙是這樣的 總是要寫在你為止 我們按照36,休息也不能休息 又不見他表揚一下我們 還有,看門診沒笑容而已 馬上投訴我們 原來每個人都遇到這種事 我就是其中一個被人說不懂笑的 那你就多笑一點吧 多笑一點也糟糕 說你不認真 不是,我就是笑得太刺濫 被人說太多輕挑 十分才被人投訴 我們做護士那邊 比你那邊還好多 一個對十個已經夠忙了 還被家屬和病人投訴 手腳慢一點也被人罩刑 現在我們做護士而已 不是做奴隸 被病人家屬投訴 照顧病人不夠周到就算小事了 他是大劑,被人高 病人和家屬又怎知道我們的事 家人有事,當然緊張 有時雨氣重了也很難怪 所以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醫生也好,護士也好 能夠救人的滿足感 沒什麼可以代替 被人說幾句,多不閒 說真的,我覺得一見頭 夠今世榮的事,他沒有做錯 他撞車送進醫院的時候 真的沒有手術室,我們也沒有負 其實根本就是醫院資源的問題 完全與醫生無關 說是這麼說 但你們覺得一見頭最後會不會有事 媽媽 你沒事 媽媽,你不是去做骨質疏室檢查嗎 檢查完了,又要簽了 你爹地告訴我 說你醫院有個檢查醫生被人告 所以你專門來找我? 你覺得這麼緊張 我怕上來就見你,與你無關 報紙說的那個是專科實習醫生 我一段時間還沒到過程度 實習醫生分開這麼多個程度嗎? 我離職畢業後要再做三年才選專科 這麼複雜的 總之我沒事吧 我今早老闆打電話,有急事 媽媽又不跟你說了 放社科哪有緊急?再打電話 小心點 小心點 太太,你沒事吧? 我想想扭傷了 我給你看看 這裡痛不痛? 太太 你可能扭傷了肌肉 這樣吧,我陪你去骨科做個詳細檢查 不用了,扭傷了小意思,麻煩你 太太,你能不能行嗎? 不如先做個檢查吧 不用了,麻煩你,小意思 我不想做金仔一輩子 再這樣下去會很辛苦,你明白嗎? 好 你要離婚吧,我成全你 老闆,不過女兒要跟著我 我不是生你才這樣做的 我是完全為女兒穿上照片 你自己想想,女兒今年才九十六歲 她跟誰會幸福一點? 我想見一下女兒,她現在怎麼樣? 你還怎麼樣? 你走了之後她就不會哭 不會再吵著我要見媽媽 我對她不算 莉莉莉,我知道我這樣說 你可能會覺得不自私 但是你…就當為了一個女兒 你可否以後不要再見她? 你不讓我見過女兒? 每次她問起我 為什麼你不要她 為什麼我們要分開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我不想再見她 每次見…見你很開心 然後又變回很不開心 但是她是我的女兒 你不讓我見過,你會不會再殘忍? 我又見她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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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你要進去哄回去,我不阻止你 但是這樣又怎麼樣? 待會之後你又是走過而已 你知道這樣對小朋友來說 是很殘忍的一件事嗎? 是我也知道你難過 但是我真的很想我女兒 可以慢慢忘記你忘記不開心的事 不要哭了,你哭了一整天,知道嗎? 不要哭了,你哭了一整天 你哭了一整天,你哭了一整天 不要哭,謝謝你,浪費了一點 不要哭了 我還想讓你睡得舒服一點 怎會吵醒你 不要緊 我們那個大女兒 楊,我剛才見到她 你看到她? 我剛才在醫院找美雪 誰知道我剛巧遇到她 不過…她已經不認得我這個媽媽 她當時這麼小,現在你很正常 我剛才知道她的女兒 她只是不認得我,她只是逼不得已 離開她而已 她現在和美雪同在醫院工作 如果讓美雪知道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醫院那麼多人,沒那麼巧合 如果你想知道 待會兒等美雪放工回來 問問她就知道 是嗎? 媽媽 你怎麼不先回去? 沒有,我想試一次她跳完舞才回去 美雪 快點想問你 什麼? 我今天在醫院見到你姐姐 姐姐,我沒有姐姐 你知道我說誰嗎? 你是不是老早知道 你們在同一間醫院工作? 是呀,我還在同一個科 同一個工作 那為什麼你不跟我說? 我覺得沒什麼好說 你跟他們那裡無聯絡的 你是不是經常見到她? 見到她怎麼樣? 我是指揹的同事 我姓韓,她姓飯 我不知道跟她有什麼關係?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的精華片段